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Tina是这样子的 大家白逛的是说我周一的时候跟那个浩哥说 我觉得就是我们买这样项目买上不要发中期款了嘛 然后我希望可以应用Ready ProMarkets里面的QV来去做PUI Review PUI Review的话就是很多大公司它会内部有一个就是评价员工绩效的一个体系嘛 一般来说都是让一个同组的员工之间互相打分 他也不是打分啊 一般在Google的话就是说每个人他会先自己写一个字评 然后他同组的其他的team member会给他写那个报照 然后所有的报照会提交到那个上司那边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我觉得 就之前有学那种人意资源反应 就类似于HR这种人意资源反应的 就我们学的理论里面说什么360度这种 对对对对没错嘛 但是按照Google啊Facebook这样子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做法就是说那个要工程师文化 所谓的工程师文化就是工程师是你这个公司的一等公民 然后他们要自制管理 所以说Peer Review这个事情主要其实是员工自己来做 那我觉得我是觉得可以把那个QV应用到这个里面 然后不论我们到底到时候做不做嘛 就是说哪怕只是说我们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说我们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工作中应用QV 我觉得Gallen他一定都会很兴奋嘛 然后把我们转就像之前苏基996有言 他写那个他把这个事情跟那个996套上去一样 我觉得是这样 并且我们这个还跟那个实际的情况更近一些 实际上我上周就已经跟那个叫谁 YYF就说了想做一个这样子的彩蛋 但是他好像一直没空 没空的话呢 我这周一又跟浩哥说 然后浩哥他的观点是说 他觉得我们不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应该把我们的精力focus在我们产品的主要功能模块上 他觉得我们的主要东西还没做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嘛 那那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没有就是工程师来开发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 我作为一种方案 我去应用他应该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Vitalic他之前讲过那个如何用林志胜证明去做那种立民的投票嘛 之前在台湾也听过就我们甚至不需要去写代码就直接把每个人的投票结果 他用他加密以后收上来然后最后去打分就可以了 这样这样其实用一只塑料都可以做 而且他是立民的 那我的想法 然后呢 那正好正好是前天晚上Tina他聊到他跟我提起这个东西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你也看到我们那个聊天记录的嘛 对 基本上情况就是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就是他想做一个跟QV相关的工具 然后 Dready & Mattis那边 然后我这边正好有一个这样子的场景和ID 那就是我们可能会合作做这个东西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针对这个东西写一个PR的稿件 然后说我们如何在公司管理当中使用QV进行PR review 对 题目就是这个 题目就是这个 然后具体怎么写 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合作讨论 然后也可以把Tina拉过来 对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做 但是我们要写 我觉得就是这样 对对 这个东西你要做的话 前提要先想好 怎么写 我是这么想的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说 比如说我一个项目组 这个项目组完工了 然后我掏百分之多少的钱 然后给大家发奖金 对吧 那我每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员工呢 他们根据自己的那个 呃职位不同 他们就会有一个投票 那个票数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那个 这个项目的Leader 那个秦孝文 他可能就一百票 然后YYF 小英 他们可能就只有一人二十票 对吧 假设 我随便给的数字 就假设我每个人的票都一样嘛 假设每个人一百票 然后呢 我就开始投票 投票之后 我用这个QV算一个权重 就每个人的权重算出来 然后我根据这个权重 去分奖金不就完了吗 是吧 呃 就根据你的投票结果来分配奖金 对对对对 而且我最理想的情况是 这个投票结果 它在我这个项目迭代进行的过程当中 它是动态的 实时更新的 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可以获得一个实时的反馈 因为我觉得PR review这个工具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说 一个公司 它不可能经常的去进行PR review 它只能 可能只能找两 就是 只能找两 一个一年 它只能进行两次 对那我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呢 我就可以进行实时的 动态的PR review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机制设计的什么的 要弄一些 你大家懂我的想法了吗 因为之前Google你们怎么实施 Google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搜一些资料 就查一下Google是怎么实施的 我基本的想法就是 这个PR review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要去升值 对然后你要升值的话 第一个是你要自提 就是说你觉得我这半年做得很不错 那我要升值 好你升值之后呢 你的老板和你的team member 就会帮你写PR review PR review就大家是说 首先你要自评嘛 自评你就说我这半年都做了些啥 然后完成了什么impact 然后把我的那个代码什么的 全部都罗列上去 然后呢你的老板 如果他觉得你要升值 他就会帮你写好话 然后你的队友也会帮你写好话 对然后呢 你们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些报告就会交到一个 叫hiring community 然后那个委员会就会给你进行 通过或者不通过 如果通过的话 那你的你的这个小组里面就有人升值了 然后大家就开箱并庆祝 对一般来说 对于那个小组的leader manager来说 他也是有OKR的 比如说他这个小组 每年要有多少个人升值 他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OKR 包括那个一个site 比如说上海整个office 他的OKR也可能会是说 就是我今年我知道整个office 要有几个升到L7 就类似这样子的要求 对 所以他的问题是说 他的最大问题就是 他是 他的反馈不及时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根据游戏化的理论 你是要实时的反馈 这样才是最有效的 这样你可以你不要等到出错了 再去纠正 对 就是这个是绩效评价了 所以他从管理学的角度肯定是 就是他可能是在最末一块 然后你们写的话就可能是比较难以量化的 所以可能是目前不是太特别及时 然后因为你刚才说是你刚才说的一部分是自评吧 那peer review应该还是就是互相打分吧 我理解 放门口 放门口就好 放门口就好 对 什么什么什么 就你刚才说 就他是不那么及时 对吧 对 就是 因为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 他属于评价方面 所以 评价 喂喂喂 喂 刚才说 刚才我见了一个外卖 不好意思 我刚才说到那个 你说从管理学的角度是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 因为是绩效评价嘛 对 肯定是在最末一环的 然后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刚才听你一轮下来 你是自己教个 自评吗 自评 没有没有 就是说你说 peer review肯定是还是互相打分嘛 互相打分你们在Google怎么操作 就他没有一个打分这个东西 但是他会有那个 也类似是打分的 不过他主观的 就是写一些文字 就写一个 你会评价别人的表现 对对对 会有的这样的报告上去 这样就导致 就这种文化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一些 埋头苦干的一些华人员工 可能就没有一些印度裔的 然后英文交流好 又会去 那个 PR自己的 那个员工 爬得快 所以就导致了整个那个硅谷 很多这种互联网企业 它的招管 天花板都是印度 印度人 就很少有华人能做到 特别高的位置 之前有一个陆琪 然后他回来回来了 现在在那个 之前在百度 现在在YC 他应该是就是在整个硅谷 做的最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是需要有一种 更客观的 然后更实实的一个动态的 一个评价体系 那正好可以结合QV来做这件事 对吧 因为这样QV的话 它的本身作用就是为了减少 那个 什么 是不是 反正就都要唱你了 他怎么把这些东西 就是把QV的这些东西 应用到管理学 然后我们写一篇这样子的文章 然后让Gallen去看 然后看他们有什么反馈 包括我们在给Gallen之前 可以先给Tina 他也会给我们很多 有价值的意见的 然后就是我就想 就是你刚才会说 如果会 会聊写自己的impact 就是这些impact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定性的 对没错 第一个是定性 第二个是主观 对 然后你用QV的好处就是 你是定量了 对吧 对 那我们要防止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现在想到的问题 就比如说 我一些员工之间 他们关系好 然后我就互相投 对吧 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霸准 所以我们就是要 是怎么样 设计某种机制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就 我觉得就是我们准备一下 就是先搜集搜集相关的资料 然后写一篇文章 就是把QV应用到这个管理上 然后第一个是我们自己 也确实可以用到 因为我们公司 基本上是没有管理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们可以去跟 Redical Machine那边 稍微交流交流 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 然后Tina对这个事情 也很有趣 他也会帮我们推动这个事 所以基本上思想就是这样 然后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或者有什么建议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那我要找看一下 对你要先看一下 找一下资料 然后再看 对对 然后最后最好的情况 就我们可以设计一个 能用的东西 对吧 对对 因为我现在给我 你认过来 就评价的话 就我会把 比如说一些 比如说 提供一个演讲者怎么样 的话 比如说他会 拆分很多维度 比如说他到底是 讲的那种内容清晰 这种各个因素 分解下来 这种评分 就像综艺节目 那种给 每个选手 去打分 就是分解成维度 然后就打分 我觉得 反正我们现在 就简单一点 就是说 怎么去调整 这些东西 就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问题 是这样子 说有一个蛋糕 然后三个人分 然后怎么样分的公平 你知道这个问题吗 就是机制分剧里面 然后说的方法是 你还记得吗 是说签示 一个人去切 然后另一个人选 另一个人去选 这个你是在哪边 创造的呀 就有天 一个人写了 机制设计的 机制设计的介绍 然后他第一个引用 真的啊 这个是我们在 博弈论课程里面有 所以你可以把那篇文章 发给我 然后我来比较一下 对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可以这样子 就是第一刀 那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去 通过某种 manager的方法 就是中心化的方法 去给每个人设定票数 对吧 然后我们再用这种 去中心化的 投票的方式 用QV去进行投票 这样两次 就把这种因素 都考虑进去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一个很客观的 每个人认议权重 直接作用到 我分多少奖金 对 如果这个东西能有效 那我们以后就 把这个奖金池做大 对 然后 这样 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 可以想的 具体细节 我其实还没有考虑 特别清楚 然后我们可以先找找资料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没有别的情况 好像我现在能想到 就是说 我说我们现在实施这个东西 就特别对小团队 精力可能不是特别够吧 你先把这件事情完成 已经是首要的一些 呃 就是任务尽单了 然后你还要去评价 别人的话 好像就比如说你现在 之前做你那个 麻将这个项目的工 在有限时间内 可能 对 就是说 写peerreview的是一个 更痛苦的过程 一般都要写一周星期 对 就是 呃 你去写着的 给写着的peerreview 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那我的 就比如说 他会发生这样的事 比如说 你其实做的不错 但是呢 你的老板为了 要想帮你去说好话 他要写很多东西 他觉得很麻烦 他有可能不去帮你说好话 就帮你也跳过了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直接打一个分 打一个分 其实很简单的嘛 对 就是我在想实际实施过程中 有些 就是可能是时间上的一些 对嘛 就是你在当时实施的过程中 那个时间点是 着急想完成任务 那你就 没有去记录一些 比较关键的事情 不啊 不啊 我觉得就是说 问题在于那个 问题在于说 对 就是说 因为你是跟他们 这个小组内的人 肯定是都是直接工作的嘛 所以他们之间是 可以互相之间了解对方 比如说 我让你做一块 然后你老是掉链子 或者你老是工作时间 找不到你 那我自然就把你的分打低了嘛 那比如说 我就可以更实时的去 去 去动态的去进行调整 比如说 有些员工 他就天天不来公司 然后呢 跟别的员工也不交流 他自己还不知道 对不对 他觉得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投票系统 就反映出来 大家对他都有意见 然后呢 我们也不用去明说 因为他就 他就在家 就看自己的分 每天都在往下掉 对 他其实就知道 自己应该去公司了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那我先找一下资料吧 然后再 我可以先写着 Draft 然后到时候 我到时候和Tina 我们一起拉着小群 我们先聊一聊 他出去也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 他的想法可能 跟我们并不完全一样 到时候再说 对 反正我先跟你 抛出来这个东西 好 也没有别的事情了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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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